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聊美国的五个议员串访台湾 咱们这边东部战区已经宣布了啊 又要准备啊,新一轮的啊,这个演习演训 不仅仅是如此,我今天还要告诉大家 美国的议员去台湾,日本准备好挨揍啊 为什么我这样去说,大家听我慢慢来聊 不仅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啊,日本准备挨揍的事情 今天还要跟大家分析一下啊 就是不管是大陆,台湾,还是美国 这三方在这一个局里面到底要做什么 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到底是什么 首先跟大家聊聊日本啊 聊日本准备挨揍,其实跟咱们解放军 跟咱们大陆,跟咱们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应对方法有关 为什么这样去说啊,美国的议员去了台湾 咱们这边东部战区准备啊 新一轮的这个军事的演习 包含最近啊,大家昨天也跟大家聊了啊 就是美国那边宣布啊 美军又有可能再穿越台湾海峡 美国又有大动作 然后这个大动作从何而来呢 昨天跟大家也聊了 美国现在是一个欲求不满的状态 它不仅仅是欲求不满呢 它是什么便宜,它都没占上了 美国如果占到了便宜 不是今天这种形象 佩洛西刚走咱们的演训 刚刚结束没几天啊 这个美国的议员他又要来了 为什么 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啊 嘴上说的很好听 对不对 嘛,那个台湾那边的媒体啊 也报道,对不对 啊,这是为了民主和自由 民主和自由支几个钱啊 对不对啊 归根结底很简单 佩洛西去台湾对不对 见的也是台积电的那个堵壤 对不对 刘德因 然后的话那没多久的时间 对不对 佩洛西啊 在台湾也没待几个小时 然后直接要见台积电的 现在的这个董事长 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跟大家讲的很清楚了吧 美国的芯片法案一出 然后的话台湾的芯片行业 就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你台湾的芯片行业 自己去选择 可是大家也看到了啊 不管是台积电 还是台湾的态度 不冷不热 不嫌不淡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台湾的芯片啊 这些啊 这些厂 这些企业啊 没有几个主动说 我要去美国的 你哪怕你跟韩国的企业比一比 对不对 大家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的新闻 那个拜登啊 跟韩国的芯片行业 芯片企业啊 的老板通了个电话 人家那边马上几百亿的美元的投资就去了 你台湾你宣布一个我看一看 对不对 你台湾别跟韩 别跟韩 别比韩国还要抠缩呀 对不对 你来个几百亿的美元 往美国去投啊 可是台湾的芯片行业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规划 往美国去投产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美国的芯片法案一通过 然后的话 然后那个佩洛西啊 对不对 然后去台湾 现在的美国的议员去台湾 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其实现在这个局对于美国来说 特别的不友好 为什么 其实现在咱们这边的应对手段 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说从佩洛西访问台湾 然后的话 我们这边做的目标是什么 那就是坐实 台湾是谁的势力范围 对不对 我在台湾围这一圈做演习 你谁拿我都没辙 对不对 你美国继续往那去跑 那我就继续做演习啊 很简单啊 我要实质的控制住这一片的区域啊 其实这个事情美国人也知道 你从佩洛西啊 串访台湾这个事情 往后续的发展一看 美国人也知道啊 解放军到底为什么这样去应对啊 可是美国人为什么还明明知道啊 这是个瘟 台湾就是个瘟 美国还要往里来钻呢 他没有赚到钱呢 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呀 他没有赚到钱呢 对不对 欲求不满呢 然后的话 那继续啊 加码 继续往那去冲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宣布啊 我未来 我美军还要穿越台湾海峡 然后的话 现在美国的议员啊 我要去台湾 对不对 然后啊 民主和自由 对不对 其实归根结底 你要的就是那个钱 可是台湾没有乖乖的把这个钱交出来啊 这是核心的原因呢 可是美国没有赚到这个钱 解放军呢 根本就不管你美国 对不对 根本就不管你到底目的是什么 我就说你为那个破坏了台海的和平 大家可以看一看最近东部战区 然后的话 那个是那个那个讲法 里面讲的很清楚 你美国破坏了台海和平稳定啊 对不对 你美国罪魁祸首啊 你美国做了一回 佩洛西 你现在又做第二回 咱们就慢慢看 美国接下来做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的时候 全世界怎么看美国 对不对啊 然后你为了个芯片 对不对 你可劲的折腾 你破坏人家 人家国家的和平稳定 你拿着人家主权的问题 反反复复在这弄 美国这个形象 对不对 那肯定 那就是越来越获得别人的信任 对不对啊 你美国继续摧毁你自己的信用 对于中国来说是好事 不仅仅是如此 不仅仅是如此 你爱去台湾干嘛 你就去干嘛 你去榨田 有本事你就去榨 那咱们这边要做的是什么呢 咱们一步一步稳步往前去推啊 对不对 坐实了台海周边是解放军的控制范围 不仅仅是如此啊 刚才跟大家说 日本准备好爱揍 咱们上一回 佩洛西啊 那个窜房台湾 咱们也看到了 咱们最最东边的啊 那一块演习的区域 日本人抗议了 对不对 日本人抗议 哎呀 那是我的专属经济区 对不对 你爱谁的 谁的 你不是 你我这边不认 你那个破专属经济区 对不对 你没跟我谈 那一片是我的 你日本想折腾是吧 那就继续 然后的话 为什么咱们要在台湾的东边 画一片演习的区域 我们是为了啊 阻止啊 你们这些坏蛋破坏中国的主权呀 对不对 美国你们这包坏蛋要破坏中国的主权 我自然而然要在东边 要做一个演习区啊 阻拦你们往台湾这边走嘛 对不对啊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最有意思的其实是日本 这一次啊 佩洛西那一次啊 直接就给了一个日本下马威 你爱怎样怎样 对不对 我就在这儿演习 接下来美国又来 美国又来 那我就继续在这儿做演习啊 对不对 继续啊 你日本浑身不舒服是吧 那就对了 而且最好玩的是 现在今天是二战结束啊 日本投降的77周年呢 对不对啊 而且大家也看到了 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 又在那个啊 靖国神社啊 那是参拜 包含那个岸田温雄 虽然说岸田温雄做的吧 还算稍微有那么一丝的收敛 就是说他没有以自己公职的身份 去参拜靖国神社 但是他是啊 以私人的钱啊 去什么 花钱去供奉那些啊 那些妖魔鬼怪呀 对不对 供奉在靖国神社里边 那帮妖魔鬼怪 那帮坏蛋 那帮玩意儿 对不对 然后他你私人掏钱 私人掏钱看起来不是以 什么首相的身份 但是归根结底你是首相啊 你是日本的首相啊 对不对 你日本的首相 你也得学会为自己的私人 私下的言行负责呀 所以说呢 日本现在这种态度 正好给咱们一个理由 对不对 我给你施压 我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啊 你现在的这种表现 你日本现在这种表现 对不对 然后啊 这个这个8月15号 然后他你投降的77周年 你还宣布什么参拜靖国神社 你还拿你自己的钱 私人的钱啊 去供奉那些妖魔鬼怪 那咱们就有的玩 所以说美国这个时候 适时的啊 给了一个理由嘛 对不对 你五个一元 往那又去 那咱们这边东部战区的这个演训 又得安排上了 对不对 又得安排上 就跟上回佩洛西一样 我就沾你日本 对不对 我就沾你日本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那样 咱们一步一步往前去推啊 那钓鱼岛周边咱们演训一下 对不对 然后咱们琉球的周边演训一下 就像之前的辽宁舰 对不对 辽宁号航母 在那里 在那演算是啊 那个练习啊 自己的那个飞机的起降一样 那一片我继续演上 你拿我如何 其实这个 咱们这边的反应 已经是明排了 以及咱们这边的目的 已经是明排了 刚才跟大家说 咱们的目的是什么 坐实 台湾台海周边 是解放军的势力范围 而且我继续的往东去推 虽然说啊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以现在的什么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早就拦不住解放军了 但是咱们得有一个 一个时政嘛 就像立棍啊 对不对 立威啊 这种事情咱们要做出来 什么立威 演习立威 而且我在这儿演习 你拿我没办法 然后的话 美国扎扎呼呼 扎扎呼呼 他也来不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一做 就像啊 在台海围着台湾一圈 这种演习一坐 就实质的证明了 这一块是归谁管的 接下来我们往东去推啊 对不对 你日本跟我叫完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我在你日本的周边演训一下 我看你拿我有什么办法 而且你日本天天还喊着是什么呢 台湾有事就是你日本有事啊 对不对 现在也是你日本的官员 喊出来的话 对不对 虽然说啊 那个之前喊的那一位 对不对 已经 已经对不对 已经像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但是的话 现在你日本的官员 还有人喊这个话 那我就继续往那边去推 因为你影响了我的主权 美国给我旅游 日本给我旅游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继续的往那边去走嘛 对不对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你日本准备好挨揍 接下来 对不对 接下来咱们就看 五个议员去台湾 接下来你美国啊 又要什么扎扎呼呼 然后的话 美军又要穿越台湾海峡 这种话你就继续说 你说多了 那这个旅游就十分的充足了 对不对 美国为什么在这张牌 已经很明的一个情况底下 咱们解放军如何应对 这张牌 就这么明显的一个情况底下 他还要这样去做呢 归根结底欲求不满 要赚钱 钱没赚到 台湾没把钱老老实实的交出来 这就是归根结底的一个原因 一环套一环 咱们看看 咱们看下去 总而言之 对于咱们来说 对于大陆来说 对于解放军来说 那我们就好好玩我们自己的 对不对 我们就坐实了 东亚这一块是归 是谁的势力范围 反正你美国是要赚钱吗 你要来动手 你就动一个看看 对不对 美国来 来得了吗 还是那句话 你美国来得了吗 来不了 又想赚钱 那你就好好的 加快 咱们解放军往东推的 这样的一个进程吧 美国明知道 他也没办法 为什么 想要钱 想要钱 想要台湾的钱 台湾的芯片行业 这就是对于美国来说 特别不好的一个局面 其实啊 其实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是从咱们大陆 从咱们中国 从解放军的角度出发 咱们在应对美国 在台湾问题上 挑事的一个态度 你挑吧 你挑的越多 理由越充分 回你自己的信用 然后的话 我还能啊 对不对 往东去推 对不对 把东亚这块坐实了 是解放军的势力范围 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对不对 这是咱们这边的应对方式 以后还会继续 按照这种应对方式 继续应对 很简单 你从佩洛西的那次演讯 就看得出来 看最东边那块 演讯区域 就很明显 日本继续折腾 日本等 准备好 等着吧 对不对 把屁股啊 那个撅高了 等着挨揍啊 这就是日本 接下来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咱们这一边 咱们中国这边 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 今天啊 不仅仅是要讲 咱们这边如何 继续往下去应对 这个事情啊 咱们也得讲一讲美国呀 讲一讲台湾呢 对不对 刚才其实啊 把美国也多多少少 讲了一点 美国要做这个事情啊 五个议员 窜访台湾啊 美国这边宣布啊 美军要穿越台湾海峡 美国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钱 就是钱 他没有任何办法 他哪怕知道 解放军要坐实 东亚这一块是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也得往前去走 他也得往前去走 为什么 美国现在问题大了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 美国现在内部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乱 对不对 包含 包含对不对 我们要保卫川普 保卫我们的川宝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们要拿起枪 跟FBI干了 这种新闻连续的出现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内部一片乱局 他如何解决呢 美国现在有任何办法吗 解决他内部的问题 比如说就跟川普 就跟共和党 民主党 现在党争恶斗 越演越烈 都开始端上枪了 这种状态 他如何解决 消灭了川普 能解决吗 解决不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民主党下台 解决得了吗 解决不了 为什么呢 民主党下台 面临的就是 共和党的抱负 对不对 你民主党现在第一步 已经做出去了 对不对 你要去弄那个川普 自己家的私家庄园 对不对 你想要怎么调查 就怎么调查 你用公权力 搞这些人 那共和党如果上台 他不收拾你民主党 才有鬼 这就是美国内部的问题 他无解 他没有任何办法解决 大和解吗 他凭什么和解呢 你民主党要向 共和党付出什么 才能和解 他也和解不了 这个恶斗 只能愈演愈烈 美国的经济 还出问题 这就是共和党 最担心的 那共和党 现在的执政党 对不对 拿川普没辙 然后呢 自己的经济 还出问题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加速的 向台湾要钱呢 对不对 把台湾的芯片行业 炸过来 对不对 炸过来之后 美国的经济缓上一口气 然后这样的话 民主党才有理由 跟共和党拼呢 这就是现在美国的困境 他为什么那么着急 美国自己内部出问题 他才会那么着急啊 这是美国 接下来往下去走 明明知道 给解放军理由 坐实东亚市 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还要这样去做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美国没招 美国没招 你想要跟中国达成交易 中国要的东西 他又不敢给 对不对 他又不敢给 中国要的东西啊 那么人类智慧的结晶嘛 人类科技的结晶嘛 他又不敢给 那他怎么办呢 他只好 对不对 那我拿台湾跟你换钱 原来川普就干过呀 川普那时候 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就有新闻传出来 川普要拿台湾 跟咱们中国进行交易 结果呢 对不对 中国根本就不甩你 为什么 主权问题 我不跟你谈 那美国怎么办呢 那只好自己动手 从挖台湾的钱出来呀 那你就挖吧 那你就挖吧 对不对 你挖 那你就啊 挑事破坏 台海和平的稳定 这就是你美国的形象 回你自己的信用 坑自己的小老弟 让全世界看一看 你美国 到底什么样的形象 哪怕是这种结果 美国还得做 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就是接下来要讲的台湾啊 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应对 其实台湾呢 自己好好琢磨吧 自己好好琢磨 其实这个事情啊 其实这是一个三方的一个事情 就美国 大陆啊 台湾 这三方的一个事情 然后的话 刚才讲了 大陆咱们这一边 解放军这边 继续的啊 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继续往东去推 而且还给日本施加压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再借着这个事情 其实你说 你说谁得力 美国呢 没辙 自己内部问题解决不了 要继续炸台湾的钱 那台湾怎么办 大家都知道啊 台湾内部啊 其实对于芯片行业 都很清楚啊 每一个台湾人都很清楚啊 台湾还有哪个行业能赚钱 就剩芯片行业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人 天天喊台积电 叫护卧神山的一个原因 没有台积电 他就不值钱了 台湾这个地方不值钱 台湾人兜里的钱 会增加还是会减少 自己明白 对不对 不过呢 台湾现在自己要面对 这个美国的压力了 其实包含像 像这一次的啊 五个美国的议员 去台湾去干嘛 就是炸台湾的芯片行业 包含之前的佩洛西 刚才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到台湾没几个小时 都要见一见台积电 现在的那个董事长 还是总经理啊 刘德因 对不对 要见一见台湾的 这个台积电的老板 为什么呢 去美国呀 包含在佩洛西之前 有几个美国的议员 也参访台湾 也是没多久 几个月之前的新闻啊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 那几个议员去台湾啊 讲的话 就是很清楚了 对不对 我也跟大家提过很多次 美国的议员说的是什么 哎呀 你台湾啊 最好的行业 那就是啊 台湾的芯片行业啊 台湾人很聪明 做得很好 但是呢 你如果不去美国设厂 哎呀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向我选区的选民告诉他们台湾有多重要 对不对 那我们就啊 不会保卫保卫台湾了 对不对 你得先去美国设厂了 其实美国最近这些年其实都已经很清楚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在台湾这个问题上面 就是在炸台湾的芯片行业 这就是为什么我好几个月之前就跟大家说美国要瓜分台积电了 为什么 原因就是钱 原因就是美国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了 他要寻求一个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他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 他只好把自己扔给台湾扔给韩国的芯片的制造行业拿回来 对不对 成为他的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呢 挽救自己国家的经济 也挽救民主党在面对共和党的压力之下的那个压力啊 这是美国的美国的一个想法 那台湾呢 台湾怎么办 对不对 其实就跟韩国一样 其实跟韩国一样 韩国比台湾要硬一点 为什么呢 韩国有资格硬一点 台湾你连这个资格都没有 大家都知道 那之前跟大家讲过 韩国那边外交部曾经也说过 对不对 哎呀 我们不能加入这个芯片的四方联盟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不能做排他性的协议啊 我们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不能排他 其实话说白了 就是不能排除中国呀 韩国这个态度很明显 台湾不是如此吗 很简单 台湾不是如此吗 而且美国是更狠的一种状态 你要把芯片行业搬去美国呀 对不对 你要把芯片行业搬去美国 然后到美国才会怎么怎么着你 台湾 台湾没了芯片行业 台湾怎么办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在芯片这个问题上 台湾跟美国是敌人的角色呀 不仅是美国拿台湾当敌人 台湾拿美国也不会当成朋友啊 这是台湾的一个困局 那对于大陆呢 大陆现在说实话呀 对于咱们来说 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三方的关系啊 对于咱们来说 我不管你拿不拿台湾的芯片行业 对不对 你爱拿拿 美国有本事你就去拿 你拿了之后台湾不值钱了 台湾不值钱了 那台湾呢 到最后他能往哪个方向发展 大家自己就明白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你美国有本事你拿去啊 对你折腾台湾去啊 对不对 然后但是的话 你折腾台湾 但是你破坏了台海和平的稳定 我趁机 我就得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其实这一张棋局 重点是美国跟台湾的博弈 对不对 要么你台湾宣布独立啊 对不对 你宣布独立 你自己哎 解放军的奏 对不对 我美国很高兴 要不然是这样 要不然你台湾把那个台积电 把你的芯片行业交出来 对不对 搬去美国 整体搬 你自己不能留 对不对 我留你干嘛 留你变成我美国芯片行业的敌人 做你的春秋大梦 对不对啊 你台湾你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 对不对 美国跟台湾的博弈 接下来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美国会想尽一切办法 折腾台湾 那对于咱们 对于大陆来说 折腾折腾去吧 折腾折腾去吧 对不对 我只是啊 对不对 你我是很反感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 对 我只是保保障啊 这一片区域的和平状态 你美国离这儿远一点 那台湾怎么办 台湾人自己这个时候 就要好好想想了 台湾怎么办 对不对 刚才说了 大陆美国台湾三方的角力 对不对 大陆在这里边啊 我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要的是你美国滚出亚洲啊 对不对 那我现在正好坐实了我的影响力 继续往东去推 日本也得也得享受我的压力 然后的话 那你美国呢 美国要的是钱呢 对你台湾的钱呢 那你台湾怎么办 钱被美国人拿走了 台湾怎么办 自己想 自己想 台湾人自己好好琢磨 你能依赖于谁 其实这张棋局很简单 台湾想要以自己的力量 对抗美国给的压力 然后台湾的芯片行业搬去美国 这个东西台湾自己有本事吗 台湾自己想一想 以现在台湾的这个德项最好民进党啊 国民党啊 跟大陆继续对干 对骂 对不对 你得罪了大陆 对不对 很好 很棒 对不对 那大陆这个时候那肯定 对不对 多多少少会放一个小绿灯吧 美国的议员再去 再去 你去反正我能够搞演习 坐实我在亚洲的影响力 然后的话 你继续给台湾的压力 对不对 把这个拿走 对不对 什么什么护国深山 什么芯片行业啊 搬走就行了 美国继续要给台湾压力 台湾如果不给的话 美国跟台湾翻脸的时候 那才叫有意思啊 美国要跟台湾翻脸的时候 那才叫有意思啊 台湾想不想美国跟自己翻脸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对不对 那台湾接下来应该如何走呢 这三方的角力 其实大家就慢慢可以观察下去了 后面还会有新闻 美国不会算完的 美国这一次也不会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 台湾现在还是以台湾岛内的啊 这个新闻舆论来看的话 台湾这个岛还是装死 对不对 还是装死的状态 反正总而言之 接下来美国还会继续往台湾去施压 美国要炸掉台湾最后的一滴血 那台湾怎么办 对不对 总而言之 反正三方 大陆这一边啊 该得的利益 得到没有 大家自己去想 对不对 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得到利益 台湾对不对 反正是这个钱你交不交 反正交不交 到最后这个结果啊 自己去推演就行了 谁占便宜 谁吃亏 谁心里明白 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吧 对不对 谁占便宜 谁偷着笑 谁吃亏 谁心里明白 总而言之 大陆 美国 台湾 现在大家看清楚了吗 谁占便宜 谁吃亏 谁心里明白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